疫情之下很多餐廳就由堂食轉戰外賣的市場 還有些餐廳在外賣的時候有特別的折扣 但是也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環保 自攜飯盒和杯仍然在香港未是很流行的時候 又如何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呢? 今天請來吳榮詩、Wincy和李凱迪Eddie 他們之前在澳洲Melbourne的一個比賽裏 憑著一支可重用的膠飲館奪得環保金獎 真的要問一下這支飲館的厲害地方 其實我們設計了兩款飲館 兩款都是一支可以拆得開清洗的飲館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都留意到市面上 我們就用開不秀膠飲館、玻璃飲館的自己 但因為很不方便慢慢用來之後 覺得洗不到裡面 原來媒體也報導過原來裡面是很多細菌的 所以既然我們都是在產品方面發展開設計開的 那會不會有一支飲館是可以完全拆得開槽清洗的話 那就會方便很多 所以我們的idea就是在這裡開始去紋身起肥 但是為什麼會去到Melbourne麥爾本呢? 澳洲其實我也知道是很環保的國家來的 為什麼在香港不會參選 去到Melbourne那麼遠 去到那麼國際性呢? 因為我們其實參加比賽除了想證明我們的產品之外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渠道可以去 對外宣揚多一些可重用這些餐具的設計 今晚我們有一個partner 他自己是在澳洲生活的 他都知道當地其實是對環保不斷地提高的意識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去了麥爾本設計大獎參加比賽 因為那裡都算是澳洲一個比較大型的設計比賽 所以我們就先去起步 希望透過這個渠道也可以宣揚多一些何重用的設計 聽眾一定會知道 現在有的紙音館就是用紙證 但是這個拿金獎的膠飲館 其實它在設計上又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值得去拿獎呢? 我們有兩款 第一款就是叫做一對飲館的 為什麼一對飲館呢? 就是我靈感而來自於一對筷子 因為其實它這一款飲館可以在中間切開了 可以拔出來之後就變成一分為二 裡面那些六款 就像一塊筷子一樣 是的 管的內部就已經可以完全 肉眼已經看得乾淨 究竟它洗得乾不乾淨 它都已經可以知道 你直接開水沖 這個組合式的設計 就可以沖到裡面每一個角落 那就不再需要一些飲館拆 因為通常買以前說用不鏽鋼的那一款 就要再買一個小筷子 就塞進去去刷 這個想不需要再另外買一些外置? 這個就不用 所以我們特意用這個組合設計 就是你這樣開水沖 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沖得乾淨 就可以免除了多一個副產品出來 我要問 因為我看現在這個一對飲館就好像一個筷子型 但它始終兩個的對折位 也有一個小小的L位 聽眾可以幻想像是一顆粥 那顆粥就中間是劏開一半的 劏開一半之後 其實它就等同於一顆粥 左右的銜接拼合在一起 那你就變成 你的飲館內彎的位置 就像粥的內部一樣 你就隨時可以拆出來清洗 也都比較方便一些 但是它剛剛那個粥的兩個拼合的位置 會不會容易藏細菌 或者真的會貼了一些東西 洗不得到 像這些鬼鼠位的所謂 這個就不會的 因為其實它的位置 是比較容易去貼近那個水 因為其實你直接開水喉 其實可以直接打到這個位置 所以都不擔心 力都會足夠去清潔 好 講了這個 即是一對飲館先 我想問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產品的最後樣貌 是不是已經是當初有這樣的設計的概念 還是不是的 已經想了20個設計 最後都被人全部拒絕了 最後才有這個設計 絕對是 之前一開始是怎樣的 之前不是這樣的 之前最初的時候 然後我都要回上這個 那個直徑也會粗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想控制整個 是可以變攜式的 我覺得它的重量和質料 我們都考慮了很久 還有我們在安全的圓角的設計 即是可以喝水的位置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安全圓角設計 怎樣可以呢 喝的時候不會解傷嘴 因為我們見到有時可能不鏽鋼 就算玻璃魚花了一點點 都很容易碰到嘴 會發損嘴 其實這方面我們花了很多心思 去怎樣改良 怎樣調節 Eddie很細心 因為我上面就有一個 是不鏽鋼的飲館 你掛損嘴嗎 其實它是一個算是相對比較劣 難怪你用了兩個星期就沒用了 開口其實是有一點點披 有一點點披口就是弄損嘴 因為我現在見到 你這個通常我們現在見到 譬如指鋼管也好 或者去到北秀鋼玻璃 它們都不會分拆開來 現在你這個分拆開來 會不會有些飲館 譬如喝一下水飛出來 即是你知道喝不到上來 即是有時你知是喝飲品 吸不到上來 它是漏出來很糟的 你真是傻了 你通常流的水是因為它打橫戒算 或者打直戒算 有些以前的膠飲館被人戒得到 它喝的都喝不到上來 這個很明顯就是 應該八毒不侵的 我相信這個膠 這個就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去研究這個漏不漏水的問題 因為這個真的要做得很精準 因為始終水真的無孔屈入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在模具那方面 我們都落了很多心思 因為到我們由設計開始 畫圖 跟著我們就要去起舞 起完舞之後 原來做過出來還差一點點 我們要不斷地fine tune舞具 剛才說到其中一個fine tune 就是連它的直徑 尺寸 Eddie就說都要去想過 我想問你 因為現在經常喝珍珠奶茶 如果以你這個一對飲館 直徑比較窄的時候 我就擠不到珍珠上來 沒錯 暫時還沒喝到珍珠奶茶 不過都希望可以減少喝一點 舉腳 這份就是減喝汽水 那些茶類那些會OK 但整雜的道理是在哪裏呢 為什麽設計上真的要令到它 盡量維持在一個比較 第一可能是便攜 有沒有其他原因呢 其實我們都看回香港人的習慣 去茶餐廳 一些餐廳其實喝一些檸檬茶奶茶 其實都很多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鼓勵多一些 OL 學生都可以帶著飲館出去 就是平時吃飯的時候 但真的很想問設計過程 因為都說過做了很多次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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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的初型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是否真的可以分拆開 還是是怎樣的模式的呢 當時設計 初初都是可以分拆開的 尾部就是平腳的 我們因為現在可以留意 就是我們的尾部是微微尖尖的 是呀 為什麽這樣 因為我就是想取代那個攪拌 因為既然做得到環保產品 那不如會不會再多一些東西 可以功能在那裏呢 所以就做了這個尖的 你看到跟市面上有些不同 因為很多次是單邊斜落的 我們這裡是兩邊斜落 是更加容易捉到檸檬 因為檸檬沒那麼容易穿到 我才知道檸檬到 好細心啊 兩位真的 真的這樣看不到 這個要放大鏡 因為很微小 你看又不是很微小 你又不是老花 那你沒理由特地去看一個平面 還有它有少少斜角的 所以我見到它是一個細心位 就是它可以切到檸檬 第二個細心位 就是因為這一支的飲館 跟我一開始預期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一開始看過三銀圖片 我以為它真的好像一些 現在一些摺疊式的植膠 就是軟奶奶那樣的 但這一支是實的的 就是你可以這樣撐出聲音 我想問一下在選用物料方面 有什麼心思在裡面 選用物料 其實我們最主要當然會選一些 是食品級的 即是過渡食品級的 因為是一個放進口的產品 還有我們都希望它可以做到耐用 因為塑膠其實是正常可以保養得好 其實是可以發揮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用到比較長的時間 也可以耐高溫 耐熱酸鹼都可以喝到 所以我們選用物料 我們都會考慮到這一點 避免因為物料的問題 而導致這件產品的壽命縮短 所以在壽命這方面 我們都可以考慮到 因為你說到壽命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聽到就是 咦 膠飲館 但環保現在不是全部都走素 走膠的時候 又用分膠 那不環保 那為什麼可以膠的一件事 因為你始終不可以分鹼的時候 那為什麼都可以成為一個環保重用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對物料都有研究過 其實只要我覺得膠你用得好 其實它都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就是很好的物料 因為其實這個塑膠是非常耐用 還有是非常輕便 製造的過程裡面的碳排放 亦都相對來說是較低的 還有為什麼我們到後來決定 都是會用這款物料 亦都是基於這個 回收 回收問題 因為這個我們是沒有加任何的雜質的 那如果是真的不需要它 直接丟進回收筒裡都可以做得到回收 100%回收 但我經常看到別人的環保物料 又說什麼TPE 然後什麼PP膠 其實這些英文字我聽完了 但我也不理解 是不是就等同於看到這兩款英文字 就知道這款膠是耐用的 環保的和可以重用的意思呢 是的 因為膠是分很多款的 那我們選擇這個TPE和PP 都是兩款100%可以回收到 而且在香港都是可以很簡單 做到回收的一種塑膠 因為很多朋友一聽到膠 還有你用得久 譬如有時有些環保的膠盒 都很害怕用得太多 譬如用了10次或者5次就很害怕 因為感覺上它釋放一些致癌物質 很擔心的 一聽到膠飲管 雖然是環保 但你都擔心 喝一下喝得多 你只要每次喝 就是外面如果不是那麼環保 你可能一次喝 不用飲管 只要拿杯喝的時候 你不會那麼容易 經常都吸住這些膠質的東西 這個會不會有些有害物質 釋放出來 就是致癌物質 很擔心的 絕對不會 因為我們這個產品 我們都經過一個測試 HGS 過了 FDA 認證 亦都不含 BPA 以及沒有掃掛劑 可以保持很長時間使用 內高溫都沒有問題 都不會釋放一些有害物質 今次麥爾本拿金獎 就不單止是一對飲管 還有第二位選手也拿了金獎 就是你們的一卷飲管 一卷飲管 這個又有什麼風險呢 兩位 這個又有什麼風險呢 這個就不能一分為二了 但它中間就劏開了一條線 我們好像魷魚一樣 慢慢捲 是可以揭開的 揭開之後 一卷飲管 就可以變成一個平面 都可以方便清洗 這個好像手捲 這樣捲 裡面攝影 有一個隻嗎 有一個隻 真的 這個靈感是從這裡來的 靈感是來自於一條魷魚 真的嗎 真的 揭開 然後就怎麼可以揭開它 還有它這個細心的位置 大家在想如果一揭魷魚桶 那是不是它打開之後就軟來來呢 又並不是的 因為它打開的時候 它稍微在一個半徑位置 是會有一個卡在那裡的 就是你會好像將那個魷魚桶對折 那樣 還有它那個 拼合的位置都會弄一條坑紋 就確定你將那個魷魚桶捲在一起的時候 是會啪一聲 那你就會啪得緊 同樣地跟剛才之前的一對飲管一樣 它都是有相對的硬度 都是可以給你刺檸檬 可能刺一下一些不知道什麼的時候 就可以用一下力 就可以又環保一點 我現在看到 這個一卷飲管 它就沒有那個刺檸檬位 它就是一隻全屏口 是不是相對來說 一對飲管佔成一點 還是其實它兩個有什麼特別大分別 為什麼會設計兩個飲管 其實如果你設計一對飲管 這麼成功的時候 不需要再設計一卷飲管 其實我主要為什麼會設計了這兩款 是那個target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一對飲管 我會target一些年輕人去使用 而一卷飲管 其實你摸到它雖然都是挺身 但是其實它有一點半軟的 這個是比較適合給小朋友 以及給長者去使用 即是可以容易抹開它 有一點扭扭一下 哦 因為如果太硬 譬如剛剛一對飲管 怕開不得到 不是 其實都很容易開 還有我覺得有第二個 因為剛才說到有小朋友去用 你認真去摸一下 其實一對飲管的硬度 是比一卷飲管更硬 是啊 所以如果寶寶仔用的時候 你這個圓身稍為可以叫做彎一點 或者可以射一下力 就讓它不用 對 彎得到 待會用錯力就卡斷了 其實有些人喜歡吐飲管 其實有些人 所以這個他們會喜歡舒服一點 說中了 因為你這個一對飲管 如果咬的話 應該牙都會崩 都會 所以另外一款一卷 就會軟性一點 我想問兩位 因為剛才說了這麼多 就是設計的概念和選用材料 很專業的 兩位是不是相對應的學系出身的呢 我和Vincy都是畢業於理工大學的 產品工程與市場學 還有我們做一個partner Vincent 他自己在產品設計 開模 生產的時候 都有豐富的經驗 我們就合在一起 怎樣將這件產品推出市場 用我們的經驗 以前在學生時期做設計 有沒有什麼產品都是很有成功感的 或者自己當中都學了很多設計的概念 還有要怎樣才可以比較user friendly 其實有的 那些在學期間 我都經常和他一組做project 很有趣的 當年想過一些產品出來 那幾年真的有的 我在想不如真的自己做出來 所以這次嘗試了我們的第一步 我想問Eddie和Vincy 因為我不是讀設計的 但是我深信一個好的設計 其實是會令到用家去使用的時候 是會覺得那個欣賞度是會再高一點 就是等於日本那些設計 哇 細心到 很細心 他擠那條熱狗腸的茄汁和芥末 是這樣左右一部分就不會黏到手的 自己在做設計或者讀設計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其實我們現行有什麼產品 其實是很應該要再user friendly 其實是觀察到有這個市場的需要 絕對有的 因為一個好的設計其實可以鼓勵他們去使用 因為不會有一個抗拒的感覺 其實我們現在發現 慢慢很多都會著重這一點 我們看到外面的設計 比如一些水杯啊 一些飯盒其實都增加了一個便攜性 希望鼓勵到他們可以帶出去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帶這些環保產品 就覺得麻煩 又使不到 其實現在市面都開始多一些比較方便 帶出去的一些飯盒 其實真的可以鼓勵到他們使用 但是如果在這個所謂的設計概念當中 概念可能人人都有 但是實質去操作的時候 你覺得是要對於物料的選擇是困難一些 了解顧客的需求是困難一些 還是哪一樣東西在你們做設計當中是最困難的 其實這幾方面都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困難 都是資金籌集的方面都很困難 因為對於一個學生來講 生產一件產品其實要投資十幾二十萬下去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成本來的 我們亦都不會放心市場會不會瘦 所以我們都參加不同的比賽去集資 亦都可以有不同的專家給予我們意見 所以其實PolyU他給了很多意見 我們在推出產品這方面 好 那我們廣告回來 稍後再問一下Eddie和Vinci 怎樣憑著大學生剛剛出來 資金又不是那麼充裕的時候 都仍然可以創出一個飲館品牌 而且還獲得設計金獎 稍後回來見 這個世界成地是膠 膠盒膠袋膠都膠差不會發酵 幾成化的膠 繼續一人連拋 最後下一步吃飯 都不是連拋 外出帶個水瓶同環保袋 現在新翻為瓶蓋放回人 放回人 今天開始熱絕膠 今天開始熱絕膠 Let's do it everybody make yourself proud 你若你真心喜愛這世界 何又會今生有閉了作怪 無用數交不應再多去買 為愛護這生態 明白你只想一切可更快 明白你不想當我笑好怪 其實膠袋天天也可佩戴 除家只要細心臺 Oh He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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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Oh yea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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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水果也毒欺山過忙 遊逐個宇 颫布膠盤擺放 保鮮子兩片此無雙桿 太多 總可以壓成後座 其實多一個膠袋 已經好多 再是敢過多幾十年 雜誌吃其果 今日每日一步 大人 細路 胡生之道 高春膠袋 鮮肉 小仔粥 開始絕交 Let's do it everybody make yourself proud 開始絕交 Let's do it everybody make yourself proud 若你真心 喜愛這世界 何又會金心 交廢料作怪 未掃教師心 可而無太快 實際亂了心態 其實五餐盒 製料可再大 從用類飲管 不覺得太怪 從用水樽 天天也可背帶 絕交替水送胎 Oh O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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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因為它未解決到它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變攜度的問題和清洗的問題 所以令到很多人都會卻步 所以我們就覺得會不會有一些東西 可以加了一個創新的元素進去產品 會不會吸引到別人去嘗試走出第一步 所以我們第一件產品去做一個飲館 其實我們最希望帶出的理念就是 它帶出一支飲館會不會帶回那件餐具 但是帶回那件餐具 不如帶著一隻杯 會越大越多 這樣可以培養一個環保的習慣出來 如果說到這個環保的飲館 我第一眼看到一對飲館和一卷飲館 我覺得方便了 真的很方便 我在辦公室就隨時拿到 但有另一件事 我作為消費者 我就會想 其實現在市面上 現在這些便攜式的飲館勁到人家 是可以卷賣 好像一個很小的那樣 就是3cm左右的飲館來做 它賣人家是軟的那些 收納再方便一些 相比起一對飲館會不會在這個位置 輸蝕了一些呢 其實我們每個設計都有不同的優勢 我們這個是直筒式的設計 其實是保障到不會有一個變形的情況出現 和我們的硬度都可以滿足到一個 就是剛才所說的一個狗拌板的功能 還有其實如果我們放在一些餐廳 去做大量清洗 其實是更加方便的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放在洗碗機做大量清洗 可以給到餐廳同一時間 好像當作洗筷子一樣 一次過洗幾十對 這樣就更加方便 但是剛才說到 我是一些港女 最喜歡喝珍珠奶茶 有沒有一些粗一點的飲館可以研發到 鑽了一粒珍珠呢 對 比我可以一次過吃到十粒珍珠呢 其實我們正在研發這個珍珠奶茶版 但是現在還在一個初步的階段 我們現在在想損料那方面 其實它的問題在哪裏呢 因為其實我見到 一卷飲館差不多 都是那個好像捲著那個模式那樣 但是為什麼做不到大身一些 就是粗身一些珍珠的位置呢 雖然那個設計是很累緊 但是如果真的喝下去 可能要吞起咀嘴 那個感覺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都在這方面 我們都會考慮 因為它變成粗筒這樣喝 感覺不會可能 那個舒服程度就低一點 所以我們都會改良這方面 怎樣吞起咀嘴會不會太多 是不是怕如果那個直徑卡太呢 太粗呢 是的 我這些是櫻桃小嘴來的 如果這樣咀嘴的時候 就會覺得那個嘴其實會很累 是的 但是譬如飲珍珠奶茶那些膠飲館 它都是粗身的 因為那些即棄的膠會薄身一點點 我們這個始終一個reusable 膠的料會比較厚身一點點 所以喝下去的感覺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剛才說到Eddie說你想要打入我們本土的餐廳的市場 說真的人家餐廳老闆買一大桶的膠飲罐 其實成本都是幾元而已 如果你真的想把這個環保的飲品 不要只有環保做開頭的 其實價錢上面會不會都真的可以打動到商戶呢 其實我們訂這個價錢呢 我們都除了滿足一般消費者的接受程度 我們都其實考慮到一個 餐廳去使用的一個接受程度 因為其實除了開 其實可能大概兩個月就可以回到 去買一些即棄飲館的成本 其實這個可以用到至少兩年的時間 其實除了遠來說 是幫到他們去接散一些 買即棄飲館的一個價錢 還有對於他們自己的品牌來說 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形象 我簡單代替眾問一下 這個現在環保的飲館 我用50到70元買不買到的 絕對買到 絕對買到 你知不知道我最怕的是什麼 現在所有環保和摺疊的餐盒 要麼它的質素比較參差 要麼它的質素好 其實價錢相對地會很高 負荷不了 其實我很想環保 也環保不了 所以如果一個定價 是稍為叫做 大家土羅大眾都接受到 我相信是能夠令到 更加多人都用得到這個產品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價錢 因為有些學校的資金 各方面的支援都給到我們 所以我們相對的價錢 可以降低一點 但其實普及化是一個很難 去令到大家動的一件事 你想一下 譬如我們一些環保購物袋 都是那時候蒸了一塊五毛錢 大家就開始要戴 還有開始派這些toe bag 環保袋 但這件事是不是其實 真的要政府開始帶起呢 不是其實很難做得到 尤其是隱瞞這件事 其實都是的 政府近年都有一些自備餐具的宣傳 其實我們都看回世界各地 譬如台灣 歐洲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限數令 就是禁止使用一些積氣的飲館 其實這個風氣 我想如果香港之後再推行 可以大大增加一些市民 去用一些可重用餐具的文法 那我假設剛才Eddie就說 其實這支飲館我們是可以循環再造的 那是不是等同於我假設買了這個飲館 那我就用了大概一年半左右 就發現其實我都開始殘了 或者是都覺得損壞了 我就可以等同於別人 丟掉那些膠盡 丟掉那些回收桶那裏 這樣去棄置它就可以了 絕對是的 因為我們都是用100%回收 在香港是很容易做到回收PP和TPE 處理完打碎之後 就會做其他的副產品 譬如一些桌腳 椅腳 這方面我們都有跟一些廠商去合作 我們都有一個計劃 接下來都會想推出 就是在零售商收集一些 真的教了的飲館回來 由廠商那裏做一些副產品 桌腳 椅腳是真的在說 我們的腳套那些 腳套那些 其實那些是有些回收家去做的 剛才說到除了這個飲館以外 也有其他的項目都是進行的 這個只不過是打頭炮的 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有另外一個項目 就是一個智能拐掌外掛裝置 那個就是target一班 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去使用 那個就是套在一支拐掌上面 可以作為一個警報 以及可以有一個定位追蹤的功能 確保老人家不會因為 跌倒有意外而失救的一個可能 一個裝置 但是這個就不是環保的 這個就不是環保 這個其實是我自己的一個設計 是一個project來的 其實是一個大學時候 一個老人家產品 再慢慢去跟我們partner 繼續去研發 不同的階層階級都會去理 希望針對多些社會問題 去做一些社會的產品出來 因為都知道你有一個partner 都在澳洲裏面 想問一下 譬如在環保方面 你看到這麼多個國家裏面 香港可以去到墨爾本 拿到金獎的時候 設計金獎的時候 宏觀其他國家 他們的環保意識 或者他們的產品 其實有什麼可以引入到香港 香港可以做得到的呢 其實我們都看回台灣 其實都是一個環保相對比較高 意識比較高的地區 他們都有很多的折疊杯 一些折疊飯盒 其實都非常適合香港人去使用 那裡的文化 其實比香港還要高 我們覺得是 那我又挑戰一下 因為我相信 沒有一個產品設計是完美的 儘管好像現在 我們已經看到了 那些折疊杯 收到這麼小 然後又變成了一公升 我誇張了 500ml這樣 其實在面對著這些 所謂已經是新的產品設計 其實自己有沒有想過 是怎樣可以再令到這些產品 再提高一些 再改良得好一些 令到大眾可以使用的程度再高一些呢 其實我們是不斷收集市民的意見 因為其實我們推出了這幾個月期間 其實我們都收到很多不同的 feedback 譬如說會不會有粗身一點點 會不會有另一種 material 這個其實我們都不斷地考慮 還有我們都要看現在市場上 有沒有一些新興的 material都適合去使用 譬如一些可以分解到的 其實我們都考慮會不會用到 在我們產品上面 反而想問一下譬如一些用家 你說現在開始都有你們的用 他們在用這些一卷飲品 一對飲品的時候 他們的feedback是嗎 即是有沒有一些 我用一用 覺得不舒服不好 有沒有收到哪些 我都要再改良一下 出個2.0版 收得最多的意見就是 他們會想粗一點 還有支援再長一點 是的 全部都給 即是Choco這些港類 手搖飲品 淘獨者 真是上街都是 真的 他就有時拍了一張照片 短了一點點 粗身一點點就好一點 會不會 其實因為 我也在想長度的問題 其實現在開始有大中小杯的飲品的時候 這個只有一個尺寸 沒有得伸縮的時候 會不會 不行 太長的時候 開始是不是又漏 或者寫 不是啦 如果要以你剛才計劃手搖飲品 以現在這個一對飲館的長度 絕對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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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糟的是 你會掉進去的杯裏 會不會擔心 很害怕 你知道有時 有時你喝奶的時候 你拿了坐膠飲館 跟著以前是似乎掉下去 你竟然找不到它 雖然現在那些飲館 會不會有一個扭位 有一個扣位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它滾進去都幾麻煩 這個也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不過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都會收集意見 但如果有轉彎式的飲館 是不是比較難做 如果要做到拆得開 有轉彎式 我們要研究一下 對 因為在你的接駁位 你等同於一轉彎 就等同於將它的接駁位扭 扭開 再扭開 就會造成你剛才所說 漏掉的東西 漏掉的東西 都喝不到 好 今天麻煩Eddie和Vinci 介紹了他們最新的產品 也都在墨爾本拿了一個環保金獎 因為真的有時候 有些不鏽鋼的玻璃 其實我都是粉絲的 真的挺漂亮的 因為那時候見你用 我都心動力想買 但當我們見到 很懶 我是一個很懶的香港人 見到要再拿到一個茶 去洗的時候 喝完又去洗 是 我們待會把這個一對飲館 和一卷飲館的照片 post上我們一家大廈的Facebook 大家就會知道他們的真身是怎樣的